虽然现在疫情 已经从三级警戒降至了二级 不过每天应该都是 还是有大概十几例的确诊人数 大家还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现在人人都变成了防疫高手 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专家 达人们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平常在这段时间 是如何在他们用车的时候 有一些防疫的小撇步 如果不错的话 观众朋友也可以学起来 当然除了你的爱车要防疫之外 还有遇到了炎炎的夏日 甚至于遇到暴雨的季节的时候 你的爱车要如何避暑 以及趋吉避凶 我们也请专家达人们 今天不长思的好好跟大家来分享 疫情自从五月十五号 进入三级警戒到现在 二级解除之后 大概是花了七十天的时间 可是这长时间如果你没有用到车的话 小心你的爱车会出毛病啊 我们的汽车达人智希 你就是苦主喔 对 因为其实升了三级警戒之后 我基本上是都关在家里 然后我大概过了差不多三个礼拜之后 才第一次出门用车 去卖场做大的采买这样 然后结果一到车库 按汽车的启动扭 结果发现我发不动 而且有些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我开的是油电车喔 那宜白板上面的那个警示讯息是说 动力系统异常 让我非常的担心 我担心是不是我的大电池挂点 结果后来还好我就先请 我去打给那个 有那个道路的救援 然后他先来帮我看一下 先接个电 那接电之后呢 其实就没有事就发得动了 但是因为电瓶的状况 已经不是非常的健康 所以还是找了时间去换了新的电瓶喔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跟观众朋友聊一下就是 我觉得车子放久 你面对到的第一个 比较常发生的问题 通常都是电瓶 不论是你是新车老车 当然新车可以撑的时间可以久一点点喔 那这个时候蛮推荐大家就是 如果你有道路救援救的话 一次大概可能500到800块之类之类的 就来骑个摩托车来帮你接电 或者是你可以买一个那种电霸 就是车用的行动电源自己来接电 其实也都蛮容易的喔 那我自己油电车 刚刚也在跟艾达讨论啊 可能是因为油电车 它的小电瓶只有负责车辆冷车的启动 那平常充放电的次数其实是相当的少 所以比较容易有耗损的状况 另外呢 如果你已经确定你的车子 可能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或者是你难保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会确定会放比较久的话 有几件事可以做 如果你停车的地方真的是安全 坡度平坦的话 可以在打好P档的状况下 不用拉手刹车 因为手刹车的链条 还有后轮的刹车啦 碟盘啦 如果真的非常久的时间的话 会有一些耗损啊 咬死这种状况发生喔 再来就是胎压的部分 记得要开之前 什么油三水啦 机油尺啊 胎压真的都确认一下 你确定会放久的话 胎压可以稍微打保一点 免得你要开的时候没胎压 那有的人可能车库是什么机械式的 那种地下停车场就相对来说更麻烦 那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关忧到一件事情就是行车的安全 所以上路之前真的一定要确实做好检查 其实大家都常说啊 车一定要开比较不容易坏嘛 所以如果说日后大家已经变成 防疫已经变成日常了 你比较少出门 可能一礼拜才用一次车的话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当然这段疫情期间呢 有很多的新车在发表或者是改款的消息 都采用线上发表的方式 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段时间呢 有哪一些值得看的新车 已经默默的发表了 可是好像大家都不太知道 对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参加记者会 他们办新车发表的时候 都相对都改成线上嘛 会比较安全 好 不过呢 说真的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还是发表了蛮多的新车 而且关于你们发现 这几款车都是新的 而且都刚好是什么 跟休旅有关系的车 是 对不对 代表就像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聊过的 休旅现在真的是当道 那家庭用车呢 因为休旅车的空间的优势 那再加上它的进出的这个高度 对于很多长辈可能也相对比较友善 所以大家喜欢选择家庭用 这种休旅车来做的家庭用车 好 就让大家介绍几款 第一台我们就用英文字母来排的话 是Audi Q5 Sportback 我们都知道Audi这一两年来 他们针对他们自己家的Q家族 也就是所谓的Audi的休旅家族 很努力地在发表 从小从Q2大到Q8 都有全新或是小改款的车型 那Q5这个车型 它在之前推出小改款之后 它现在也推出了它的鞋背的版本 我们都知道Q5 Sportback 相对于对手会有像什么 B&W X4 或者是宾市的GLC的Coupé 它就是这种跑旅的车型 那在台湾它目前的售价定位 是283万到299万之间 一种动力就是45TFSI 2.03的引擎 也有加上48U的轻油电 也有四轮驱动系统 这是它的目前的大概的市场定位 那第二台我们就先来讲这个 Hongde的Santafe Santafe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台湾也是好三四个世代了 那它现在定位就是 5加2人做的车型 跟之前都一样 因为它这个车型比较特别 它现在先进来的会是2.2升的柴油引擎 也就是跟它的兄弟车馆 KIA的Sorrento用的是同样的 Smart Stream的同一个新世代的柴油引擎 这个柴油引擎表现也相当好 安静动力输出又好 那不过它现在之后 大概今年的下半年 大概就10月之后会有油电的版本 所以不过它们现在是同时间 柴油跟油电都同时开始销售 那你10月份可能才会有油电到台湾的市场 好 那接下来这台Jaguar F-PACE 我相信在台湾也介绍过 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也介绍过 它这款虽然是比较小改款的柴油引擎 但是它小改款的幅度其实蛮大 不管是外观的造型变得更帅 更有新世代的风格 那内装的部分 尤其中控那个11.4吋的萤幕 真的很大 而且操控起来又好用 整个产品力也是相当的好 那它的售价就会是在278万到299万之间 所以说真的Jaguar F-PACE 跟奥迪的Q5 Sportback在市场上也算是同级对手 好 那除了这两个豪华品牌 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就是Volkswagen的Cady Maxi这台车 这台车我相信Cady Maxi大也不陌生 它就跟刚才那几款车的休旅车比较不一样 它就比较偏向商旅车 那它这个全新的第五代车型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它在商用跟自用中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 以前等大家认为说 它好像是商用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叶片是弹簧 车内的塑料感比较重 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 换了全新的NQB底盘 开起来更舒服了 之前过于那种比较明显的弹调的货色感都改善了 外观方面您可以发现 它整个外观的 它已经取消了像过去那种 比较多的黑色防刮饰板 全部都是车身同色考虚 那一桩你一开始做进去 你会觉得这台是Golf 8 有那个海湾式的仪表板 真的 对 数位化的仪表 或者是它的中控台的仪幕 其实都进步了非常多了 然后再加上它甚至还有同期中 唯一的二三排的车顶的触风口 所以在舒适面来说进步了很大 然后最后台就是Projure的3008 这台车就是中型的休旅车 那它的售价的定位 大概就是130万到160万之间 它的同级对手说真的 你说用人生踏飞来说 其实比较不像 因为毕竟它是五人座 但是3008还有一个什么兄弟 5008它就是5加2的座位的设定 所以如果你喜欢法式的特别的设计 而且它有个很棒的操控感 而且它有提供1.5升的柴油 跟1.6升的汽油 那如果五人座不能满足你 它的兄弟5008就5加2 所以在动力选择上 那空间上甚至能level 2的等级 它都有 所以这五款车呢 我相信不管是有韩系的 商旅的 发系的 德系 其实相当多的选择 所以在疫情期间 不能 还不能出门赏车的话 慢慢的直接看这些车子的特色 把这些资料先看一看 先做好功课 一解封就出去买